哎呀 笑死我了 有些玻璃心 看完整个节目好不好 发这段出来 只是觉得好玩 声歌和深深关系很好 某些人大可不必在这儿找存在感啊 不理解的多去看看节目 关注节目 不要只看表面 其实周深只是手放到声歌肩膀顺势推的劲儿 而不是打下去的劲儿 所以不中的 声歌应该好多年没挨过打了 一开始都没反应过来 但他后来反应超快 顺从皆梗 还笑嘻嘻夸周深厉害 真的很温和的一个人 周深 揍你一拳证明你是铜墙铁壁 陈楚声震惊 哈哈声歌第一秒就是什么 站在台上还能挨打 下一秒转头一看是弟弟 心想算了算了 是弟弟就得宠着 立马来了一句厉害 周深真的就是一个单纯的小朋友 活泼开朗爱闹烫 传下去 声歌和深深在节目里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 所以两人得补几次合唱啊 我们等着呢 在当今快节奏的生活中 电视娱乐节目成为了人们放松心情 丰富文化生活的一大选择 而在诸多热门节目中 音乐文化传承节目 《生生不息家年华》第三季 以下简称 《生生不息3》 我已是一颗耀眼的明星 他以其独特的魅力和精心设计的内容 赢得了广泛关注和好评 那么 是什么让这档节目如此受欢迎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探究竟 首先 得益于之前两季的成功打造 《生生不息3》已经积累了大量忠实观众和良好口碑 粉丝们对节目形成了深厚的情感连接 他们期待着每一季新鲜出炉的内容 此外 节目组在嘉宾选择上显得极为精准 每位参与者都有着自己鲜明的个性和风格 而这正是吸引观众持续追看的重要因素 说到主持人何炯和嘉宾陈楚生 周深 在《生生不息3》中可谓是表现得相当强眼 何老师以他标志性的幽默感和圆滑 处事能力让整个现场气氛活跃起来 一如 在某期节目中 何炯巧妙地引导话题转移 化解了现场意识的尴尬静默 这种临场反应能力令人称赞 陈楚生则以他那些快智人口的耿语和轻松幽默的态度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在曲风转换间游刃有余 将音乐与笑料完美结合 在舞台上展现出自己与众不同的艺术风貌 治愈周深 则用他那温暖而治愈系的歌声征服了在场所有听众 每当他站在舞台上开口唱歌时 观众仿佛能够感受到歌声背后流动着温柔而强大的情感力量 除去主持人和嘉宾本身带来的影响外 《生生不息3》还注重细节打磨和舞台效果呈现 芒果台团队在内容策划上做足功课 在舞台设计上追求完美 无论是灯光运用还是背景布置兜力图 营造出最佳视听效果 使得每一个表演环节都成为视觉盛宴 此外 节目中还充满了许多亮点和趣味 比如某位嘉宾突发奇想的急性创作小段子引发全场爆笑 或者某次合唱环节中意外出现小插曲 却被主持人机制化解等等 这些插曲既增加了节目 聚位性也彰显了团队应对突发事件的专业素质 总之 《生生不息3》通过多方面努力 在保持原有粉丝基础之上又吸引新观众群体 并促进了音乐文化传承工作 文章最后我们可以提出问题 你认为《生生不息3》成功背后还有哪些值得探讨之处 欢迎大家留言交流看法 这样既总结文章内容也鼓励读者互动参与其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生生不息3》之所以能够成为广受欢迎的音乐传承类综艺节目 并非偶然 它通过降薪策划 明星相应 优质制作及亲民互动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取得成功 并向我们展示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 与现代电视娱乐完美融合可能带来无限可能性 关于唱演环节 很多观众都说男生族选举一般 唱得也一般 但其实喜喜觉得女生族的选举也没强到哪里去 只不过他们跟飞行嘉宾的合作更密切 歌曲改编的也更有新意 对感情的掌控更好一些 男生这边 蛋哥感觉就来打个酱油 该发挥的个人特色一点都没发挥出来 男生足以人为主题 用电台介绍的方式为载体 唱了五首歌 胡彦斌翻唱十一 老胡的唱功没得挑 但沙哑的嗓音听起来过于明显 随时要破音的感觉 观众一时间拿捏不准是嗓音的问题 还是芒果反向修音 歌听起来很有味道 但不能细听 陈楚生 孙男合作无名的人 温情走心本就是陈楚生的拿手绝活 尤其是遇到叙事性较强的歌曲 更能打动观众 孙男的嗓音高亮清透 与陈楚生低沉的嗓音莫名合拍 陈楚生的低沉 全了这首歌的氛围 孙男的高亮 给这首歌注入了希望 一沉一亮 让这首歌故事感和氛围感飙升 陈楚生又有一首 可以上春晚的佳作诞生了 周生宋亚轩合作桃花诺 周生的音色放在男歌手里 简直是流氓一般的存在 宋亚轩唱得不错 感情上的处理还是差一些 在周生让人心碎的吟唱衬托下 宋亚轩总有种潜入潜出的感觉 感情浓烈处 周生的嗓音几乎将宋亚轩碾压 古剧机汪苏龙合唱我们的明天 情歌是这两人的统治区 演唱起来毫无压力 不过这首歌他们俩任何艺人 跟回岸边合作演唱 效果可能会更好 迷你演唱会阿瓦尼 这首歌是具有大格局的歌曲 蛋壳不应该从观众席走出 而是应该用一段深刻的 阿佩突然出现 让这首的情感更加极致和浓烈 很可惜 他们只给了蛋壳短暂露脸的机会 女生足以花为题 五种不同的花 代表了五种不同的女性情感 鲜花这首歌 这首歌挺难为王心灵的 其实没必要让他刻意把嗓音压低 青春浪丽 不也是鲜花的风采 男队的阿玛艺 虽然有格局 但对内娱观众来说 这种使打实的生命力量 更能打动人 谭维维与额古纳 乐队改编的《你是我的玫瑰》 很让人惊喜 如果不是那句歌词 可能很多人都不认为 这是同一首歌 蒙宇吟唱 直接给这首歌换了基调 谭维维则是让这朵玫瑰 有了抑郁魅惑之感 这种强调是独特的 有着玫瑰本身自带的浓烈色彩 又有着从雪域高原延伸而来的 清冷和孤傲 着实高级 王心灵韩红合唱那些花儿 韩红的唱功当然美得说 但他俩还是唱不出 朴述那种淡淡的忧伤和松弛感 黄启山欲可为合唱薰花草 每一句都是暴击 母女之花黄妈已经在春晚演绎过了 有观众发弹幕 觉得还是西琳娜一高跟黄妈有母女感 其实欲可为更搭 因为她的个人经历比西琳娜一高更丰富 她们虽然没有直接采用母女对话的形式 但两人的感情传递和表述方式 完美演绎母女之爱 可以说 这首歌是女队能够领先男队的关键 更别提送你一朵小红花的威力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